來這科長今天有來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發揮你的言論自由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念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騎25年完全不支持代轉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絕青派的煽動手段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他們是不是針對某些 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近半年內 他天天上班的時間都在上PTT啊 再來交通局 你們給這個科長寄一個過一個小過 這個是你們已經確實詳實的調查過之後才做出來的處分嗎 還是你只是根據他的字數 根據他的自白所做的處分 我們就其他所提出來的部分 然後也去查那個總共 差不多345天 那我們去345天去花 去找上班時間有126天 我們把每一天 你們這樣子去查來你看我PPT 交通局的這位靈性科長 他在近半年內 我只引近半年內喔 往下往下 到這個 近半年內 他天天上班的時間都在上PTT啊 你們知道他在近半年內 在PTT上面上班 就發了多少文章嗎 你剛剛講多少 這個 他上班時間近半年內 上班時間發文加推虛文就1528折啦 上班時間發了1528折 裡面的內容 除了違反公務員行政總理 還有幫柯文哲拉票之外 還做市府的政治打手 這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來 下一個 這個是一篇跟機車有關的文章喔 來 這科長今天有來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發揮你的言論自由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唸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期25年 完全不支持代轉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絕青派的 煽動手段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他們 是不是針對某些 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來 交通局的長官 機車路權團體 是不是我們交通局業務合作的對象 是不是我們有徵詢他們的意見 是諮詢他們的民間團體 對不對 我們跟他們都每個月有開會 每個月有開會 結果你的科長在網路上 說他們是根本很噁心 匿名的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 說他們根本是很噁心 來 下一張 來 科長你的言論自由 胡偉科大情侶車禍 往機車左切塊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唸出來 對你啦 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你們交通局的業務諮詢的對象 被你們科長在網路上面說 他們是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來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時間有限 這句 來 科長 請問你在講誰 講CHIP 講CHIP 你講他什麼 我說公關公司就承認了 你還硬要嘴交通局 來 交通局你正式的 對CHIP這件事情的公關稿 你是怎麼說的 後來 公關公司已經 他跟那個CHIP這邊溝通有 有落差造成的 不是 我們交通局沒有提這個部分 結果我們交通局沒有提 說機車一輛大小車沒有提這個部分 結果你的科長在上班時間 來 下一篇 在上面發一篇文章 在帶風向 匿名的帶風向 在下面來 下一張 在匿名的推文帶風向 說CHIP是有顏色 看顏色 說CHIP不敢嗆其他縣市 在講台北市交通局 這幾年做得最好 好棒棒的 這件事情 我以上覺得這些 你們都是調查範圍內嗎 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 這簡單問題吧 沒有 來 下一個 2018年11月23號 選前一天下午3點 上班時間 來 來 這位科長 在上面說什麼 在 網路上面發文 發館長用力幫科P吹票 幕僚如何跟科P互動 蠻值得一看 這點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查到 報告一座我們沒有 這一份 但是我們在知道他在 沒有查到是吧 他有另外一個在10點的時候 有發一個請大家參加那個 選前一天 上午發一篇 下午發一篇 一整天都在幫市長拉票 上午發那篇是要什麼 要假洞 磕墳假洞 對不對 這你們都不知道 剛剛那個你不知道 沒調查到 剛剛那個你不知道 來 下面 下面 下一張 下一張 來 科長 你在選前一天幫科P拉票 講什麼 對啊 對啊 你的言論 淺藍淺綠 深綠的朋友幾乎都投科 這是第一篇 然後第二篇是我現在吃午餐 隔壁桌藍綠都有在增值 但是都說選科 很認真在幫科市長拉票 這有沒有違反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考驅會上 有考量這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這些期的零零種種 攻擊百姓 攻擊路權團體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零零種種加起來 就一支小過 這就是你們的價值觀 來 下一個 2020年3月18號早上10點 上班時間 你在PTE上講什麼 來 科長 你的言論自由 好大的威望 原來社會局長被逼退這個新聞 背後的議員就是王浩 新聞壓了還真久 不管是科批 不管是科批酬庸 張藝善 或是議員關注的人士 都是欠罵欠狡 幹 上班時間去說我們 議會王浩議員 背後社會局長被逼退 新聞壓了真久 這個你們有沒有調查到 沒有 沒有 沒有調查到 來 下一個 這篇 這篇是從一個王浩議員 他在國外發了一篇文 他隨科市長出國 然後呢 他這個發了一篇文 說我們科市長 在外面的演講 講得不是很好的臉書文章 這位科長來 你發表你的言論自由 在上班時間 10點39分 你說了什麼 我說找個議員出國 去扯台灣後腿 這議員還真有臉 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王浩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據名批評台北市的市政 這是他的工作 你們的科長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 去虛他 下面一個 你說王浩議員怎麼樣 人士借審 預算刁難市府的 借審預算刁難市府 你們的科長 在網路上面自動自發 義勇軍 來下一個 簡書培議員 監督大巨蛋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 用我們的公務的電腦 批評了簡議員 你怎麼批評他的 他真的很愛搞這招 來下一個 選舉前 3年前選舉前 10月23號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 你在網路上 跟大家精闢的分析選情 你怎麼講 林亮君也好 可以拉下 顏若芳就爽 梁文傑 我還勉強 就像大安文山 也是只要拉下 簡書培就爽 然後中山大同 大安文山連續 勉強投個實力 不然就都 給顏若芳 簡書培這種科黑當選了 上班時間 在分析選情 帶風向 結果 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來 科長 請教一下 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記得吧 不會不記得自己的正職是什麼 三年前 應該是記證吧 然後在這三年內 就升到科長 你下一步就是副局長 對不對 這些以上種種 所有的 明確的違法的 而且情節重大的行為 你們給他一支小過 人事處 在不在 做 這是平時考機是不是 跟一座報告 就是說 就是各機關如果 他們的通人 對是不是平時考機 這個是平時考核 對那平時考核 是不是可以功過相抵 是 功過相抵一個小過 是不是兩支加獎可以抵掉 三支 三支加獎可以抵掉 是 這位科長今年已經記了幾支加獎了 是不是記了四支加獎了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那個 就是 小龍局 是不是 這科長今年已經記了四支加獎了 剛剛人事處已經告訴大家了 三支加獎可以抵掉一個小過 你記得這個過 對於這科長根本沒有任何影響 這叫懲處 這叫懲處 對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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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